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再來到明南語的學歷 我們這次要說的就是一粒很多音 用音來分別異數 我是男小朋友 我們明南語有兩種發音 一種是特音、一種是武器的發音 就是白毒 譬如說這粒光理 光這粒在文毒念作公 譬如說公明 但是白毒就是武器 武器念作公 譬如說天公 天光念作天公 所以我們一個漢理就有特色音 就是文毒音 還有武器的音 就是白毒 文兩種發音 我們來看這個漢理 中漢的漢 這個漢如果當作中漢的意思 文毒音可以特製 雍 譬如說中漢 中漢 中漢政府 中漢 但是在白毒裡面 中漢 譬如說產中漢 但是在歷書上 因為過去普通話通在華人的世界很久 所以明南語裡面就加入普通話的音 這個音叫做層次音 層次音就是歷代加入 就好像地質學上 考古學挖到某一層 就是某一個歷史年代 那這個普通話就是在 這個歷史的洪流裡面 有某一個城市裡面 加到這個 民南語裡面 所以它的音就是保留下來 譬如說 這個漢當作拜託的意思 漢託 漢當作拜託的意思 它就特製漢 譬如說漢人出力 漢就是拜託的意思 漢立法委員來關說 這個漢就是拜託的意思 所以這個漢很差別 它除了文徒、白徒、別徒 還有普通話的城市音 叫做漢 所以它這裏就有三的音 我們再來看看 這裏有四的音 這裏就是蟲 種 它的發音有兩種 但是它的發音有什麼兩種 是因為它的意思不一樣 但是我們過去在教的都說 它是破音字 其實你注意聽我講 它不是破音字 譬如說 左手邊這個字譯 字譯 這個種在左手邊念這個蟲 它是層層疊疊的意思 所以它在文徒音裡面 它念這個證 譬如說三證詞 三證詞是冬風的地名 所以要讀特色音 那旁邊這個三證詞 這個讀著定 這個白徒讀著定 三證詞是冬風的 所以這個蟲 讀著定 所以你要看文徒 一個讀著定 一個讀著定 但是它動作 像是藍色的標誌 它動作重要 它是重量的意思 它的文徒變成重要 但是白徒 就是貼、重 這個黏著重 所以你要看 它的兩種意思 它有文徒音跟白徒音 文徒音跟白徒音 它就變成四的發音 但是這個有層次音 這個目前是沒有層次音 所以我們目前看到的是四的音 所以老外說明南部很難學 為什麼難學 因為一里很多音 有人說中華隊大敗日本隊 大敗日本隊是打敗了日本隊 也輸給日本隊 所以老外實在是分不出來 我們漢尼的精神 我們的藝術 我們再來看 你看看 我們一里漢尼有很多藝術 所以我們漢尼為了要副別 他的藝術 他就用不一樣的發音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的 那個就是 他的音也不一樣 他的發音就不一樣 所以其實他不是破音字 他是用聲音來副別他的藝術 但是國藝也有 國藝的普通話 普通話也有一字多音 比如說勝利在望的聖 聖利的聖 那個念著聖 但是 我們喜不自身 身當承擔承受的意思 他要念著聖 所以你看他的意思 不一樣 他的發音也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都沿用上古漢語 就是沿用我們閩南語的規則來 閩南語是上古的雅言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要來說 為什麼我們是上古的雅言 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之前有說過 我們的漢禮很多的藝術 但是我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藝術 國藝有國藝的梨 閩南語有閩南語的梨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藝 中這個藝 就是我們念著藏 普通話念著藝 但是行走行走 行就是走的意思 但是行是走慢 但是走是移動的速度近近 所以同義父詞裡面 一種是慢一種是近 一種是慢一種近 但是跑步的跑也是近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行走跑走 跑走是同義父詞 行走也同義父詞 但是他的發音也不一樣 他的意思也不一樣 你注意看 行路 行路我們要念著走路 這個河流的河流的河流就走路 走路 走路普通話是一般會走路 但是走路你要念著河流的河流 他就變成逃亡了 逃亡 那你看喔 跑路 跑路是普通話裡面的逃亡 河流的河流是沿著沿著沼流 所以很趣 所以你看 我們看左手邊這裡 流行 這個行 行就是特色音 平行 平行 你看這個行 這是跌行的行 所以他的音就不一樣了 走路 這個要在走路 但是內的行 你看 這個行就有四個音了 但是你看這個袍 袍穩度有在泡 袍 白度有在泡 但是我們動作趴趴走 細節趴趴走就念著趴 這個袍要念著趴 不是趴在地上的趴 是這個 譬如說 我們參太太在睡的 參母在睡 我們男人常常把這個腳 側身穿過 把這個腳跨在 我們太太的身骨頂 太太常常說 你腳不要跑過來 你腳不要跑過來 那是用普通話說 這不要跑過來 跑過來的意思是 你不要趴過來 你的腳踏不要趴過來 這個跑要念趴 如果是騎水泡的泡 這個有這碰趴的趴 所以你看 趴到趴 旁邊有一個孢 它的音就會很接近 這個碰趴的趴 這個有這趴趴的趴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水泡的趴 如果是軟 軟 軟炮 就叫軟趴 那就是我們男生的性器官 軟炮 這出在哪裡 出在四節傳 唐柱文周的四節傳裡面 這給大家參考 再來你注意看 我們說 左手邊的禮跟采 禮采 禮采 同意副詞 普通話 國語說不理你 我們台語 不愛采禮 不愛采禮 就是不采禮 所以在風流物第七回 裡面說我不采禮 我不要采禮 禮就是采的意思 這道理很簡單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每次我們看到禮就是采 不理你就是不采禮 不采禮 我們知道嗎 再來 這禮采 這禮采就是驚嚇 驚嚇 驚嚇 所以你看 文篤音 這禮采黏著蝇 但是 那個驇白篤黏著蝇 蝇蝇叫的蝇 這個真差 但是動作嚇唬的意思 這禮采要黏著蝇 我跟你蝇 這禮采 很厲害的有的 這禮采的蝇 蝇蝇叫的蝇 我們知道嗎 蝇蝇的蝇 你跟蝇 蝇蝇的蝇 這個就是一字多音 以音別異 這禮采 剛才說的蝇蝇叫 蝇蝇叫這就是 原字普通話的層次音 因為這是普通話傳入的時候 這我讀國中的時候 如果讀書 大家說 社群 結果我們現在讀 夏評歌的夏 夏感謝的 蝦蝦叫 蝦蝦叫 那是在亂七八糟 大衣不知道怎麼定 這麼不準 再來 我們說眼睛 眼睛 明南語的漢字要怎樣 很多人不會寫 那他要怎樣 眼睛 明南語叫做目珠 目珠要怎樣 目珠 目珠 那這個目珠 我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他這樣 你看一下 注意看 這個眼 在我們康熙字典 眼就是目 我們說的同義父子 眼就是目 眼睛的睛 這個 睛就是目珠子 玉片 目珠子 就是目珠 為什麼目珠 就是珠 為什麼要黏這個珠 我們剛才有說過 這個珠子的珠 你當著珠子的珠 要黏著珠子的珠 但是 他當作眼睛的珠 他要變陰 變成目珠的珠 你注意看 這個珠 就是珠的意思 這個珠就是目珠青的地方 就是我們目珠黑黑 這個瞳孔的地方 目珠就是我們眼球裡面的 這個圓圓的地方 親像一個珠子 叫做目珠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珠要黏著珠 你可以看 coup片的 像木珠子 你不相信 你看古早的眼鏡 古早的眼鏡 он叫做金珠 因為金就是珠的意思 金珠 來 金珠就是眼球 就是眼球 所以你自己去看這個 你自己看就知道 但是我��MAN就是這個目珠 目 但現在去目珠 hearings comoんな 目 這個不知道黏著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旁邊有一個粥就一定黏著粥嗎 不一定 它是指眼球的周圍 眼球的周圍叫做這個粥 其實你再去看康熙字典 這個字它不是眼睛的意思 我們看看你就知道 這個黏著粥 哨哨的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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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哨哨的意思 這個哨哨的意思 這個根本就不是黏著粥的意思 所以我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漢尼黑白色 閩南尼黑白色 都是帶老師黑白色 亂七八糟 不知道在做什麼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眼睛 你去看歷代文獻 都寫著木珠 黏著粥 為什麼一字多音 以音別異 我這次主要就要說這個 眼睛就是黏粥 因為精就是粥 這個粥不是粥 它當作眼睛的精 它就要變音 為什麼一字多音 以音別異 就是這樣來的 這就是我本人的感慨 我彈小朋友 資訊工程博士 這沒什麼啦 主要是我是上股漢語的專家 雅研的專家 我的專長在 資訊安全 大數據 物聯網 以上 下面是我的Email帳號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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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 recomm見! 多謝 感恩啊 阿